你可以看到這個吊木頭的鋼索上面 這個有... 抱歉 鋼索的鋼索每一股呢 每一股有八到十二橋 它固定的這個 固定的這個鋼絲把它捲繞起來 然後捲繞起來之後呢 這些鋼索又一股一股的 把這個麻繩捆在中間 這個麻繩再滾進去的時候 它就泡了這個防腐的油 很會燒喔 當這個鋼索掉著木頭的時候 這個拉力非常的大對不對 在拉力非常的大的時候 你看不會洗 是要用吹 所以當拉力非常大的時候呢 這鋼索一拉緊的時候 那中間的這個麻繩的油就會滲出來 那油滲出來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來保養這個鋼索 然後呢 增加就是能夠讓這樣的一個鋼索 能夠增加它使用的壽命 然後讓這個鋼索 不是這麼快的 會因為這個張力太大而斷裂 所以各位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鋼索 它一股一股的 然後每一股呢 有八到十二條纏繞起來 最後呢中間是 中間是包埋著這個麻繩在裡面 麻繩是一條嗎 就是這裡啊 就是一條 對對對 它在中間你看看 它就是在最中間 所以你看那個一個 一個檜木它在拉緊的時候呢 它的油就滲出來了 然後油滲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保養 然後順便讓這樣的鋼索 它不會因為這樣拉力太大而斷裂 然後也可以讓鋼索使用的壽命 可以變得比較久 是麻繩還是棉繩 麻繩 上面有什麼油 防腐的 防腐的 那這個有幾股啊 幾股 有八股又十二股 八股跟十二股 弄著一個 那一股裡面有幾股這個 就是這個是八股到十二股 那我說這個 這個你可以算了 好那我們就跟著月曉老師走 對 一二三四五六 六股 六股一個 那這包一個麻繩 對中間你看這個麻繩 麻繩是在最中間的 六股包一個麻繩 所以現在上面的都是跟這個鋼索一樣 是不是 上面現在有兩層跟一層